全球第一线,今天在我们线上的是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翁吕中,老师好 我们要先请教您,是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两年多之后 是突然撤换了担任国防部长12年的萧伊古 而且换的人还是一个文人部长 请问教授,普京为什么不顾战场大际要挣钱换将 那么选择经济学家是未来想要改打经济战吗 是的,首先如同主播所说的,很多人会怀疑说 为什么不顾战场大际会挣钱换将 但是我们现在看一看,现在的目前的所谓的乌俄战争 已经陷入一个僵局,打了两年多 事实上在战场上面的推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换句话说,萧伊古扮演国防部长的角色 在战略上面定定的大方向之后 其实事实上现在可能不太需要战略上面的大调整 而且萧伊古事实上他在离开了国防部长的位置 他所扮演的角色也并不是完全的脱离了 普丁的核心的决策圈 而是去转任了国家安全会议的顾问 那某种程度来说,萧伊古并不是像外传所说的 好像要完全把他撤换 当然了,因为萧伊古他身边有亲近的幕僚 可能晒不久之前,涉入了所谓的贪污的状况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面做一些职务的调整 也是有宣示的意义 对内宣示要打击贪腐 这样的一个意义,这样的安排 是由某种程度来说 确实是在针对国内的这种 所谓的贪腐的疑云做出一些调整 但是萧伊古本人的政治角色 恐怕权力地位并没有太大的动摇 反过来说,任命经济学者来担任国防部长 这确实是比较特别 但是同时也反映出 现在的乌尔战争因为打了很久的时间 所以现在的乌尔战场上面 对于俄罗斯来说 古丁现在更在乎的是经济跟国防之间的关系 目前在乌尔战争现在还在进行当中的同时 俄罗斯在每一年投入在国防预算上面 已经达到了GDP的7% 换句话说 如果想要能够维持这种僵局 或者是要打一个持久战 怎么样来控制预算 甚至是在针对经济 调整经济 然后来让俄罗斯的军队 可以取得国防工业的进展 让资源能够更妥善的运用 来完成所谓的经济的 就透过经济的战力 来完成所谓的乌尔战争的持久战 那也当然对于乌克兰 甚至是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 带来更大的压力 因为持久造成的压力 用经济学者来担任国防部长 某种程度再反映出来的 就是胡丁已经决定 这场战争会是一场非常持久的战争 所以在经济上必须做出相对应的控管 所以用经济部长来担任国防部长 也并非是完全不合情理 简单来说国内需要来控管所谓的贪污的遗云 另外在整个战场上面 在整个战争的大方向上 俄罗斯现在更在乎的是经济控管 经济的资源跟国防 如何来继续维持这场持久战 会是俄罗斯目前接下来的新的战略目标 另外是一场战争 以它的冲突 美国对以色列现在发表了最严厉的批评 国务卿布里肯就说 以军攻击造成了无辜平民惨重的伤亡 还说就算真的进攻拉法了 也没有办法消灭哈马斯 教授以色列军队真的是白忙一场吗 是不是白忙一场恐怕要看什么样的面相 对以色列来说 他们目前设定的战争目标 仍然是以歼灭哈马斯为主 因为在以色列国内 大部分的民众甚至是政治人物 目标没有改变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对于整个所谓的以哈冲突 尤其是在加萨走廊所发生的事件 在以色列当地在国内所得到的消息 大部分都是聚焦在以色列 必须要来回应10月7号的恐怖攻击 根据媒体的统计跟媒体的报道 事实上在以色列国内看到的面相 绝大多数并没有提及 当时的当地的媒体 并没有把报道的重点 放在加萨走廊有超过34000名的巴勒斯坦人的伤亡 因此以色列国内对于这场以哈冲突 基本上还是抱持着比较强硬的态度 这也导致了刚刚的问题是 这场战争会不会变成白忙一场 如果以色列国内是对这场战争 仍然是采取支持的态度 那么对于以色列的政治人物而言 这场战争就不会是白忙一场 至少在国内的政情 它会是稳固的 可是布林肯为什么会说恐怕哈马斯是很难歼灭的呢 事实上如同我们一直以来所观察的 哈马斯它到底代表的是一个恐怖组织 还是一种意识形态 所谓的意识形态是 如果哈马斯背后代表的是巴勒斯坦人 非常积极地想要创建自己的国家 那么就像布林肯所分析的 如果是哈马斯所代表的是巴勒斯坦人 非常受到以色列的可能占据 或者是欺压太久 非常想要创建自己的国家 假设是这样 那么哈马斯所代表的就不会是一个有组织的 就不会是一个单纯的恐怖分子 恐怖组织 也就是就算你现在把哈马斯的士兵给歼灭了 接下来在巴勒斯坦 在加萨走廊 未来还是会有新进的 或者还是会有新的巴勒斯坦人 会愿意去加入所谓的新的哈马斯或新的团体 因此布林肯才会特别强调 要揭秘哈马斯 恐怕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更应该去处理的 应该是如何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长治久安的方式 那当然美国现在所极力推动的 除了和平的论述 除了所谓的休战协议之外 美国一直都在希望以色列可以去考虑 所谓的两国宣言或者是两国的共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施加相对的压力 包括了军事武器的停止的供应 美国会世俗的想要施加压力 国际社会也在施加压力 可是如同我们所知道的 以色列内部如果民众或者是政治人物 仍然觉得10月7号的恐怖攻击的事件 并没有得到以色列想要得到的答案 这场战争要停火恐怕就非常困难 毕竟跟国内的政治 跟政治人物所拥有的权利 愿不愿意放手有之间的关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第四季节目 记得下载TVBSN